这边是一个虎车站,是成都的西浦站 比较小的一个站啊 成津历车站,从这里可以坐 就这么这个成津历车就只有四节啊 它这边叫田府号 可以前往那个彭州啊,渡江宴啊 就是成都代管的那个县里面啊 成都是下辖12个区 3个县,还代管5个县县市 就在这里住啊 你坐这个地铁的话就是坐6号线过来 现在是早上8点24啊 人还不是特别多 8点完以后人会特别多 正上班的点啊 现在是早上8点25啊 看看成都的西浦站啊 它是一个成津历车站嘛,比较小啊 我原来都不知道它这边还有这样一个虎车站啊 我现在看看从哪里进去啊 这可能都是来坐车的 它可以坐这个去旁边的县城的 哇,你看这个 现在从这边进去了 哇,这边是它的入口处 在这个杯面啊 那边是地铁,哦,从那边走过来也可以啊 哇,导航应该导给我往这边走 然后再彼此走过来 这边是西浦高铁站 皮都区的 这边是属于 你看这边,这边都是一些老房子啊 比较老 这里是设票处 从这里可以坐车去独家宴 所以 来往这边的人还挺多 这房子多了 我天哪 成都没接近去了 感受一下这个里面 成都没来过成都应该没来过这一站啊 除非你自己去独家宴啊 很多人可能都是抱团去的 或者 自己开车都去的 确实不大啊,这一站 上次我来过一回 上次的人比这一次多 开站 开站是5点30才开始大了 晚上23点01一分 固安卷 固安卷进来了 这边有个卫生间 我上次来都没注意到 这里有隐色处 因为上次来的时候人太多了 集满的人啊 集满的人啊 上次比这个来的稍微晚一点 那真的是集满的人 看这边 最来这边是军站1 2 然后 这边出站口 然后这里是坐在后车的地方 就几排椅子啊 不多 大部分时间大家可能都在这里站住 看整个车里面 今天人不是很多啊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上次来都是照满的 8.49的车 现在还是检查进去了 这边又是检查的地方 现在是检查进来了 那这呢 一站台往上面走 哇 上来了 看一看 上面又这个样子啊 感觉和轻轨比较类似啊 一二四 二四 二四往后边走 一二线往这边 这边是干什么的啊 看看这边 诶 这怎么还有杂七啊 这是 成都地铁 哦 它这好像可以坐地铁 直接下去了 现在没开 这些地铁出站 也就是它地铁和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这边是有车来了 应该是对面这边啊 我感觉 因为大家都对着这边的车 看来这边 它这个是因为我沾票的 就感觉和轻轨差不多 效价大概是十几块钱啊 呃 这次是住到棚州那边 十块钱 来回十块钱 来回就是二十 你可以住住住在住在棚州 然后 在这边上班 那一天来回的话就是二十块钱 但是棚州的房价比成都市区这边低 好大的声音 来了 这个是地铁啊 这个 看见没 看这个线路也走地铁 这个很明显是地铁 这个地铁还不长啊 我们应该是在这边等 这上面上面有写啊 这上面有写看见 C605 到棚州 这是第三车 0849发车 所以就看着这个上面 它上面有提示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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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